2015年 我第一辆试驾的 Mercedes 车款就是 W205 的 C-Class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辆车非常的运动化 非常的适合我 7 年过后 我驾到了这个全新一代的 C-Class W206 可是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已经跟当初不一样了 我喜欢 W206 多过 W205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地方让我那么喜欢呢? 今天我们就抢先试驾这款车 然后我为你分享我对它的看法 Zither Harp 那其实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为大家带来了新车的介绍 其实我还是要讲讲这个外观设计 很多人叫它小 S-Class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设计风格 放在 C-Class 上面其实更好看 若是放在 S-Class 上面 我觉得 确实是优雅 但是少了一点点感觉 可是 这一个感觉在 C-Class 上面就完美的吻合 很多人讲呢 这一次 C-Class 诚意不是很够 因为像是这个 Digital Light, Multibeam 还有很多的东西马来西亚其实都没有引进 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 因为根据我们知道的消息啊 这款车其实在发布之前就卖完了 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个 C-Class 确实有它的魅力所在 而且我必须老实讲啊 这一个头灯组 虽然只是普通的 LED 没有 Digital Light 没有 Multibeam 但是照射范围跟这个 Design 我个人都是觉得很好看的 我觉得他们在设计方面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小心思 例如说这个前面的水箱护照 那个三芒星一格一格 真的是很好看 而且呢 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打算买 C-Class 的话呢 真的要去到这个 C-300 的 AMG Live 太帅了 我真的超级喜欢 尤其是前面这个水箱护照 这个设计是我觉得 C-200 所给不到的 车尾的设计是我觉得 W206 C-Class 的精髓所在 可能你对于它的前脸不是那么赞赏 但是这个车尾我相信你应该会很喜欢 尤其是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 LED 的头灯组呢 真的是骗了我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是一个 Comfort 出来 就是一个车队 我跟在不少的 C-Class 后面啊 我看到这个尾灯组真的是电到我不要不要的 它这个一点一点的设计跟这个 3D 的 LED 设计呢 让我真的是觉得同级的车款里面呢 应该真的只有三系列可以跟它一比的 两个你叫我去选我是真的很难选 可是如果是以整体的线条来讲 我会稍微 喜欢这个一点点 然后这一个呢 尾箱自动开启的功能是一定有的 而且呢 它这边里面的这个尾箱空间我就觉得还蛮大的 你看这边还有一份 Mercedes 的箱子 其实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放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其实是非常深的 如果讲呢 你是一个偶尔会家用这款车的人 又或者是讲你偶尔喜欢去打打高尔夫球 你要放高尔夫球球具 这一个呢 空间表现我觉得非常的足够 而且呢 它还有这个椅背分离倾倒的功能 它的椅背分离倾倒功能也非常的炫酷啦 是按键式设计 按下它就倒了 只是推回去的话还是要手动 如果说今天是我的话 要考虑一辆这个紧凑性的豪华房车 这个 C-Class 真的是会颠倒哦 它让我动摇了C-Quan 3 系列的决心 引擎的部分 就像我们之前在这个发布会的新车介绍的时候一样 这个新车呢 其实它全线配备了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而我现在试驾的这个C-300 采用的是2.0L的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258HP 峰值扭力也400Nm 身体来讲它的加速表现是蛮线性的 因为有了这个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资源呢 我觉得它在市区驾驶的时候非常轻快 然后这边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 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主要工作原理 其实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对于动力表现的帮助并不大 顶多就是可能在低速的这个行驶的时候它会比较轻盈一点 它主要的功用是为车子的这个冷气啊 电动助力的方向盘啊然后这个触屏租机啊等等供电 减少引擎的负担 所以引擎的这个动力表现更加可以发挥在这个加速上面 这台车的加速表现大概是6秒左右 如果在同级车款里面这样的成绩其实也算是非常优秀 是第一梯队的成绩的 其实基本上我刚才从这一个KL驾到Dissolu来的时候 我全程都是Comfort模式 这个Comfort模式的驾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邪逸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驾驶感受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Nigritronic变速箱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优化 但是还是有老问题在 就是不大要换当 这个同样的等到我们试驾的时候会讲到 至于未来CKD的版本会不会延续这个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设定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目前我们看海外啦 不管是这个C200号 C300号 基本上都是48V 所以我相信未来CKD版本应该也难以信念 应该都是这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 内装设计的部分一直都是Mercedes-Benz的强项 如果讲它好看 大家都知道它好看 今天我要讲的东西有点特别 就是这个新的设计 新的interface 它对驾驶者有不友善 首先我先讲这一个 荧幕 这个荧幕的进步其实非常的巨大 首先如果你是驾驾过E-Class或是A-Class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数位化仪表 如果晚上的时候是很绚丽没有错 但是白天驾车的时候 它会有强烈的反光 但是这一次 这辆车基本上没有出现反光的情况 这一点让我很惊讶 包括这个触屏主机也是 这个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换了这个 这个All LED OLED的荧幕 至于供应商是Samsung LG 还是中国的这个面板制造商呢 其实我有跟他们了解 只是我还没有获得答案 不过 这个视觉效果呈现真的很出色 非常的高清 这个分辨率看了就真的是很爽 只是一段时间使用之后呢 你会看到上面沾了很多的指纹 这一点就让人有一点无法接受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OLED的特性 OLED的特性 它的对比度高 它的亮度高 所以在强光底下你会看得很清楚 但是OLED 荧幕非常容易烧屏 尤其是 当荧幕处在最高亮度 然后同一个画面呈现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出现烧屏的情况 至于什么是烧屏 我们在这边会放一些Sample 给大家看 而且如果你是Samsung 的用户的话 你应该多少也会遇过烧屏的问题 至于这个 烧屏之后的这个荧幕更换成本是到前呢 就暂时还不清楚了 如果不去考虑这一些的话 这个荧幕的视觉效果使用界面 跟这个仪表呢 我觉得 没有的挑剔 非常非常的出色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触控式的这个按钮快接键 老实讲我不喜欢 我为什么不喜欢 就是因为刚才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一直有事 就是 因为它是用触控感应的 好像我听歌我要下一手的话 然后因为我的手有手汗 所以它很容易一直跑上下而不是左右 所以我原本是要切换歌的但是它会把这个界面换去别的地方 例如说看这个行车的油耗啊等等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 而且是尤其是让我手很容易有手汗的人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会更为喜欢实体按键 因为有没有我按下去我就知道它是不是正确按到了 这个的话一直要滑来滑去滑来滑去 然后 整体的使用逻辑上我是真的不太喜欢啊 再来一点我觉得如果你的车子是时常非常有很多人使用的话 这个功能应该会非常的适合你那个就是指纹识别功能 什么是指纹识别功能 我这样子讲 可能今天这台车是你驾 然后你不喜欢冷气太冷 你每一次上车都开25度左右 然后你的气氛灯你也不喜欢太花里胡翘 你就每天set蓝色就好 可是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老婆 喜欢冷气冷冷 然后这个气氛灯五颜六色 那么你只需要通过这个 指纹识别设定你的个人资料 当你上车的时候 你进行指纹识别 它就会把一切的东西都切换到你日常的驾驶模式 包括这个你的驾驶坐姿 你的方向盘的高度 然后这个冷气气氛灯等等等等的设定 这个我是觉得一个非常先进 非常人性化的地方 最后一点我要称赞的就是这个steering 以前的这个W205的steering呢 其实是需要这一个 手动调整的 但是这一次 支援了这个电动调整 调节起来蛮方便的 OK 这个就是我对这一个内装的感受 触屏嘛 虽然讲少了很多实体按键啦 可是因为它还是会在下方显示一个这个 触控的 冷气触控的界面啊还有歌曲触控的界面 所以其实 使用起来盲操作不是太大的问题啦 唯一我担心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OLED Burn Screen的问题 这一次C Class除了我觉得 个人觉得啦外观变帅 然后一些 人性化的逻辑更好之外 我觉得还有个很大进步的地方就是这个舒适性 上一代的C Class呢就像我刚才讲的 7年前我私家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才25岁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运动化很适合我的胃口 可是现在 我32了 我觉得我开车除了运动化之外我更加需要一定程度的舒适性 这个是为什么之前我那么喜欢3C的原因 这一次这一个 W206的C Class呢基本上 也做到了我要的需求 你可以看这边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哦 然后这个 我的腿部空间基本上还有差不多两个拳头的位置 然后 做起来 这个包覆性也很好 只是要投诉的地方是这个发泡棉其实有比较硬一点点的 然后这个后面还有这个遮阳帘 我这个真的是 在马来西亚开车真的是非常需要的东西 剩下的细节 真的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而且还有一点哦 就是这一次这个C Class呢配备了这个可调式悬吊 如果你在舒适模式驾驶的话 这个悬吊的这个柔软度其实还真的蛮舒服的 这个等下我试驾的时候我会讲到 另外一点就是 这边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 这个全景天窗的开启方式很特别 它同样是触控的 你的手只需要伸起前面 滑一下 它就开启了 而且当开启之后 你整个压迫感其实就会不见掉 所以坐在后面我个人还是觉得蛮血液的 除了这个大腿支撑有点不到位 还有这个中间鼓起的面积比较大之外 如果说你后面坐两个大人然后去长租驾驶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对这个后座的舒适性有太多的投诉 然后当然免不了的冷气出风口 不过比较可惜啦它不是山区的所以 它基本上是从前面的brower打风出来后面 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个冷气出风口很像一个机器人的脸 其实在新车发布之后我看到很多人share这个梗图 而且它后面这边其实也没有USP 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它基本上的配置就是这样 我真心觉得哦 如果你是现在这个W205 C-Class的车主 你可以去试下这个W206 C-Class 上一代的C-Class我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 因为那台车的handling啊真的是不像以往的Mercedes-Benz 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但是它的悬吊因为太过运动化的关系 所以就少了很多Mercedes-Benz应该有的舒适表现 这一点我觉得是跟这个F33系列最大的差别 因为F33系列它既有handling 然后又有湿速度在做的是刚刚好 然后C-Class就是只有handling 我不能否认W205 C-Class的handling是真的非常接近F33系列 但是它的舒适性就差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上一代C-Class美中不足的地方 虽然那个外观设计是真的很帅 然后到了这一代的这个W206呢 我终于觉得它可以跟这个G203系列一较高下的 可能是因为这台车配备这个可辨式悬吊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一路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台车很舒服 真的是很舒服它的那个悬吊 就像我现在是在这种小路驾驶的 小路的路况不是太好 那种非常多洞啊 等下屏屏蹦蹦这样 可是它可以吸收的 睡正吸收非常舒服 让我有一种 这个才是真正Mercedes-Benz的感觉 然后在运动模式下面这个悬吊是会变得比较激进一点 就是比较硬一点点 但是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如果是一般的市场待步的话 我觉得这个Comfort模式其实是很好驾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因为可能是这个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加入 所以它也变得非常的柔顺 起步很线性但是是快的 这个速度真的是快 所以这个0-100这个6秒左右的成绩我相信真的是做得到的 而且也因为这个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加入 所以这台车在市区驾驶也是比较轻盈一点 然后油耗表现其实也还不错啦 我这样子看的话 因为我现在一路从这一个 Empire Taman Sara开车开到这一个Johor 我的Range还有457km 然后那个油只跌了一格半 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还有一点关于这台车进步的地方 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上一代的C-Class隔音不能说不好啦 就是你会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这一代的C-Class 我觉得不管是胎罩引擎防火墙的声音等等 你看像我过这个黄线 基本上声音是不大 然后 影响不到你的这个 舒适度或者宁静程度的 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是真的要点赞 这一点比上一代进步很多 我唯一觉得不足的地方就是那个风声 大概是在120左右 风声就会比较比较的明显 尤其是你在听个那个歌厅 有一段比较安静的时间 这个风声真的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剩下的细节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挑剔 这个座椅设定也很好 这个座椅设定真的比上一代好太多 上一代我最讨厌的就是它那个座椅设定 我怎样做都不对 而且很不舒服 这一代你看包覆性刚刚好 然后关于动力配置 真的真的是很线性 加速也快 但是我觉得在Comfort模式下面 这个变速箱这个Nigertronic 还是有老问题在 就是它不大愿意进牙 不大愿意换牙 所以有时候你在踩油的时候 你要等它思考人生大概是1秒左右 它才会换 所以在这个Comfort模式下面 它的加速会有一种 不是很流畅 不是很星云流水的感觉 你真的是要切到这个Sport Mode模式下 它才会有比较快的换挡感觉 然后 讲实话Sport模式 跟Comfort模式 基本上差异不大 除了它的反应会比较更快一些 然后变速箱换挡更快之后 其它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啦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C-Class的 简单驾驶感受 我真的还要讲多一次 如果你是W205的车主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去试驾一下这款车 这款车不驾不知道 一驾impress我 OK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 一下我对这款车这个Handring的感受 这款车 老实讲 它的Handring 我自己觉得啦 它会比W205更好一点 然后是真的有接近这个G20的水准 然后首先你看我超车到的时候 这个方向盘的这个 反应非常的迅速 然后刚才我就是从这个Handring的这个 出口出来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那个路况是比较晚一点的 然后那个弯道基本上我的速度都可以维持在一个80左右 然后还是很德行应手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这个 操控表现非常的出色 这可能是因为它有这个可调式悬吊的原因啦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驾驶模式下面 它用不同的悬吊去应付不同的路况 这个我觉得是上一代 其实上一代好像是有的 但是 这一代做的比较出色 侧倾一定会有 不过这个侧倾是 还是可以让你在这个安心的范围里面 不会让你觉得危险 OK这个 点真的点赞这个操控表现 因为其实 我觉得现在 会买这个C-Class的人 其实也不会追求太过于极致的操控表现 就是够用就好 而且这个操控表现 真的其实已经是more than enough 它不只是够用嘛 我觉得 我没有什么挑剔这个操控表现 然后我要再讲一讲这个9G-Tronic啦 9速的自拍变速箱 其实这个9速的自拍变速箱 主要是为了可以让你在高速巡航 尤其像德国有这个没有限速的highway嘛 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低的转速 降低车辆的噪音然后 维持这个比较出色的油耗表现 但是在马来西亚 除非你真的是飞很快 不然的话这个Nike 20我自己觉得是 没有什么用处啦 就像我刚才这样子高速公路巡航110左右 其实这个档位显示都是在7速或者是8速 绝少的机会会去到9速 然后我大概只有刚才我在超车的时候 大概时速去到120这样子 它才会去到9速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变速箱是真的可以让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实现这个神转速来降低油耗 我现在的时速大概是115 116这样 它进到9号压 然后我的转速是15 1500转各位 110的时速1500转 转速非常的低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车辆的这个防火墙 在你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状况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安心 好啦以上这个就是我对这辆车的简单试驾感受啦 如果你对这辆车的这个驾驶体验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这台车发布的时候呢 我时常有去看我们这个文章也好 或者是YouTube下方的comment都好 很多网友给予的这个评价就是这款车 overpriced 毕竟它是CBO 而且很多人 complain 没有Multi Bin 没有Digital Lite 内装也没有很多那种Avant safety features 然后也没有HUD等等等等 觉得这台车很不划算 不过 实际上根据我们向这个销售员了解 其实这款车在这个正式发布之前啊 已经 被订完了 所以现在你要 订这款车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等到这个 CKD 的车型 才会拿得到 CBO 完全卖不到了 所以 C-Class W206 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其实我觉得呢 会选择这样子车款的人其实 很多啦 基本上我跟我的朋友了解过后 他们给予我的这个 讲法就是 就是他们不会去理 这辆车有没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堂 这款车有没有HUD 还是这款车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安全配备 对他们来讲 C-Class就是C-Class 有没有都代替不了 C-Class在他们行不行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发布之后 尤其是CKD 的版本 登场以后呢 三系列会遇到对手 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纠结 我很喜欢三系列 但是我也很喜欢这款车 对于我这种有选择困难者的人来讲 你要两奖选一辆我真的是选不出的 如果是在看影片的你呢 三系列跟这辆你会选哪一辆呢 OK 说完了前面这些废话呢 我就来讲讲我对这款车的总结 我的总结很简单 Mercedes-Benz 终于回到了我熟悉的Mercedes-Benz 尤其是这个C-Class 上一代的C-Class 尤其是去年我在开这个C300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不喜欢 我从原本的很喜欢到不喜欢 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台车真的是 我觉得太硬派了 完全不能够日常驾驶 可是这个全新的C-Class呢 会让我有一改这种感觉 开开一下我觉得我上瘾了 尤其是这个可变悬吊的设定啊 让它这辆车变得 可以日常使用可以家用 这个是我觉得进步最大的地方啦 你们有什么看法 真的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交流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对这个 C-Class的简短介绍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可能内容也拍得比较长处一点 希望大家多多见谅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多多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你们的这个按赞 你们的comment 你们的分享 是我们拍影片的动力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C-Class的字幕 李库宏 感谢观看